伊丽莎白泰勒 身家也是最高的女演员 近日是泰勒诞辰86周年纪念日 回顾她的感情生活 精彩到可以连拍十部黄金时段聚集 伊丽莎白泰勒一生有过八段婚姓 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一件件京式珠宝 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传奇 泰勒却如此说道 上帝给了我美貌 声明 成功和财富 所以没有给我幸福 伊丽莎白泰勒美的颠倒众生 大家最熟悉的是 她在电影《埃及艳后》中担任女主角 既具有东方美女的妩媚 又具有西方美人的风韵 可谓天资国色 如果说性感女神是玛丽莲梦露 冰女王是格雷斯凯蒂 永远交演的女人是奥黛丽赫本 那么泰勒则是美丽化身 伊丽莎白泰勒家庭富裕 父亲是艺术品商 母亲是前舞台剧演员 可以说在曾是演员的母亲眼中 泰勒就是上天的恩赐 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未完成的梦想 泰勒对自己如此评价道 我拥有成熟女人的身体和孩子般幼稚的情绪 伊丽莎白泰勒曾说道 我妈妈说 我出生后八天没有睁眼睛 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订婚戒指 好像就是冥冥中注定的那样 泰勒长大后的偏执转向了珠宝和婚姻 与其说是结了八次婚 不如说泰勒每一次都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的爱情 伊丽莎白泰勒一生中收藏了三百多件珠宝 而大部分都是丈夫或男性好友的馈赠 她如此说道 我喜欢佩戴珠宝 但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我 你无法拥有光彩 你只能赞美它 而泰勒的传奇爱情 就像她的那些传世珠宝一样璀璨夺目 伊丽莎白泰勒是好莱坞的超级巨星 是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 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和惊人的财富 一生荣获两次奥斯卡金上奖 四次奥斯卡提名 获得多个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 并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 2011年爵士美人伊丽莎白泰勒 因其脏衰竭相小欲远 除了顾汉生思的欠盈 她还留下了巨额财富 根据泰勒生前所愿 将所有的珠宝交友家士德拍卖行 所得钱财全部交予 爱字并防治基金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